今次請了資深營養師黃榮俊先生 以及註冊物理治療師盧浩昌先生 為大家分享運動營養學及創商管理的小知識 雖然很多人都知道運動過程中要補充水分以防止中暑 但其實我們要了解應該補充多少和什麼類型的水分 為了防止脫水甚至中暑 運動前、中、後段的時間都要補充水分 而不是等到口渴才喝 這樣就可以保護健康和改善運動效能 大約20分鐘補充一次水分就最好了 不要認為某些運動是沒有流失水分 例如游泳的時候有可能因為在泳池中流汗而流失水分 或者在運動後長時間坐在遲邊而脫水 運動前兩個小時應該要喝大概500毫升的水 因為運動前補充水分可以提高身體的熱調節能力 減低運動時的心率 提前兩個小時補充水可以給腎臟充足的代謝時間 將體液平衡和滲透壓調節到最佳的狀態 運動過程途中如果超過一小時的話 就應該喝一些淡鹽水 每一升水加大概0.1克的鹽 並將水溫調節在攝氏15至22度 運動時大量出汗 汗液中含有很多離子成分 這個時候喝無任何離子成分的水 就起不到補充的效果 而淡鹽水就可以及時補充流失的離子 防止出現低血納症等不適的反應 而劇烈運動後產生高熱 最適合以運動飲品來滋潤身體 運動飲品含有葡萄糖和蠟 增加了小腸吸收的速度 普通飲品含有超過10%的碳水化合物 就像果汁、碳酸飲品 它們給吸收的速度比較慢 有機會引起胃經聯、吐心、腹象、土舌等 小朋友運動後應該避免飲用含有咖啡因的飲品 因為它們含有利尿劑 而且有潛在的副作用 例如躁動、吐心、抽筋和頭痛等等 聽完王Sir的分享 輪到註冊物理治療師魯Sir 分享常見的辦公室痛症 其中一個辦公室常見的痛症是肩頸痛 因為長時間看著電腦或書桌 肌肉又長期處於一個繃緊的狀態 血液循環減慢 引致頸肩的關節甚少活動 如果要預防肩頸痛 可以每隔半小時起床 做一些伸展運動或活動關節 例如頭向上、下、左、右望、左側頸 右側頸、動作要慢 重複十次為一組 而肩膊的運動可以透過手臂大動 例如舉手向天、伸手向後等等的動作 以上伸展運動的原則是 動作要慢、活動幅度要大 除此之外 有些人因為休息時間不足 又需要長時間使用鍵盤或滑鼠 當書桌和座椅位置配合不良 有可能導致碗管縱合症 令手腕痕痛、手掌、手指麻痺等等 改善的方法是觀察工作時 手腕有沒有過度屈曲 有沒有足夠的承托 例如可以使用有軟墊的滑鼠墊 如果徵狀未能減輕的話 就要進化求診了 kadın碍 Mystic 驚奏 似乞